持續來關心本週的體貫動態 今天我們邀請到集圈主播雅里哥來參與討論 雅里哥好 小白好 大家好 那我們現在討論到就是 NBA雖然已經打完總冠軍賽了 但是現在的交易仍舊是非常的特別 來看到這應該是一個連續交易 第二張圖卡也會跟著一起講 勇士隊今天傳出了一個好消息 算是好消息嗎 就是Chris Paul 看到這個12屆明星球員要來到了勇士隊了 而且應該是說稍早之前 他是先交易到巫師 巫師把他送到勇士 這一連串的交易也震驚了很多NBA的球迷 其實在NBA總冠軍七天打完之後 上個禮拜的節目我們就跟小安討論過 最近應該是一連串球員交易的開始 其實就在今天這一筆關於Chris Paul 以及Jordan Poole的交易之前 昨天已經是有Marco Smart 也就是塞爾提克 這位年度最佳防守球員 現在要被送去灰熊了 不過我們先來看這一筆交易 不是上個賽季才在講 Jordan Poole才剛剛換了新約 而且他代表勇士的未來嗎 為什麼勇士隊在今年爭冠不成 那換了新的總經理 McDonoughby Jr.之後 哇馬上就把Jordan Poole賣掉 去年剛換約 而且這一次跟巫師這樣的一個交易 換來的是38歲的Chris Paul 那我就個人就覺得很奇怪了 Chris Paul是打控球後衛 那Curry他其實真正身份 也是打1號控球後衛 那他到了勇士隊之後 那到底球權場上要怎麼分配呢 那Chris Paul其實我覺得跟Curry的一個球權分配 勢必會減少Curry未來在球場上的出手空間 而且38歲的Chris Paul這兩年 其實大家已經有蠻多人質疑啊 他的油桶裡面還剩下多少油 因為以今年在整個例行賽 還有季後賽的一個表現 Chris Paul、David Brooker、Kevin Durant 所在的太陽隊 已經沒有辦法把整個球隊啊 帶進到這個分區的整個總冠軍系列戰 甚至是這個總冠軍的系列戰 那其實這筆交易說實在的 我個人是看不太懂了 把年輕的Jordan Paul給送走 當然Jordan Paul在今年開機的時候 不是有跟Jaymond Green的 這種掐脖打架的這樣的一個風波嗎 那他會是未來休息室的毒藥嗎 原本應該是艦隊重建藍圖之一的Jordan Paul 現在要被送走了 換來是一個38歲代退老將 那明年的勇士隊 還有機會來衝擊冠軍嗎 尤其他現在換來了Chris Paul以來 以後他得到的首輪跟次輪血球圈 一個是2030年、2027年 就要等到蠻後面的 沒錯 就是說這筆交易期大家也是蠻好奇 就是說對啦Chris Paul是有時機 但是你換來一個 福禄獸來的話 第一個就下來一顆說的 球權怎麼分配 第二個 未來這個 你的陣容能不能有爭貫的實力 大家也都很關心 尤其是我們看到下一張圖卡 其實就是我們講的 就是稍早之前 巫師跟太陽做了這筆交易 也就是把Chris Paul一樣 寸衝到巫師 Brandon Bill這群球員 砍分刑 算是說最近也是因傷所苦 但是 其實來說這整筆交易的話 也是跟著那筆交易 一連串的一個持續發酵 對我覺得像是太陽隊 現在整個巫師隊跟太陽隊 這樣子送出去的話 我覺得太陽隊這樣 最近這樣的交易 感覺上是把他們的未來 來換現在 沒錯 太陽隊送出了四個首輪 選秀權 六個二輪選秀權 有人就算到了 在未來七年啊 太陽隊可能在選秀的 整個一二輪上面 都沒有他所謂的自主權利 因為他全部都交易出去了 沒錯 哇 太陽隊在前年 打進了總冠軍戰 但是輸給公路之後 今年雖然組團找來了Kevin Durant 但是連西區的冠軍系列戰 都沒有辦法打進去 所以整個領導階層 經營階層 確定把Chris Paul送走 把這麼多的選秀圈送走 我剛才講的那句話很重要 拿未來來換現在 沒錯 那找來了Brandon Bill之後 新的太陽三巨頭 能夠球權分配 對 我覺得每到 每做完一次交易 就像我剛才談到勇士隊一樣 未來太陽隊的一個球權 其實KD也是需要 大量的一個持球時間 Dayvon Pooke也是需要 大量的一個持球 Bill也是啊 那還有一個交易陰謀論 就是說 那個Brandon Bill的經紀人 Bartiston 他是爸爸 他的兒子在太陽當CEO 這樣的一個球員交易 是不是有涉及 所謂我們平常講到 股市的一個內線交易 這個 因為之前就有類似的 這樣的一個案例 那舊球團 曾經被罰 被NBA總部罰 罰取消 他們 某一個年度的一個選秀權 所以這個 到底有沒有設定要內線交易 其實 這裡面的有沒有陰謀 可以是要 真的要追一下 沒錯 NBA官方要查 不能只是查當初 Chris Paul交易到 虎人這樣的交易 那我們再關心到 除了剛剛 我們講到這些交易之外 亞里克漢也有點到 就是說 哇 三隊都有交易 我也看到 灰熊 綠三軍 巫師 哇巫師很有戲 人群兩個都有 大筆的交易 SMART 還有Porsinkis 還有像是Jones 這些球隊都換東加了 未來呢 也會下一期 天真更多的變數 我覺得巫師 在這幾筆交易當中 都插了一腳 他們現在得到了 非常多的選秀圈 一堆一堆 對所以在未來幾年 他們可以真的好好建構 他們自己的農場 看看這些年輕人 能不能這樣子戴上來 你看今天才NBA選秀 我們待會會談到NBA選秀 比較讓人驚訝 就是綠三軍 塞爾提克 他們竟然把正中 最資深的這名 年度防守球員 Marco Smart 竟然給交易出去了 因為我們先前 在講到今年塞爾提克 在爭奪東區冠軍 失利的一個情況之下 輸給熱火 很有可能雙肩 在明年會拆火 我們那時候談到說 Jalen Brown 跟Jason Taiton 其實在今年 其實可以就看得出來 就很多時候 我覺得他們兩個人 不斷不斷的 三分線外的 這樣的一個出手 只要他們兩個不準的話 那塞爾提克要贏的機率 就相對的減低 那沒有想到 在今年球季結束之後 竟然總管Brett Stevens 他也是以前塞爾提克的 總教練 他選擇把他過去的子弟兵 Marco Smart 送到輝熊去 那輝熊 當然這筆三方的交易 對於輝熊隊來說 最好的就是 他們找來了一個資深的球員 類似士官長角色的Marco Smart 就是比較有防守太多 坐鎮休息室 要知道輝熊的大麻煩是誰 John Moraine 競賽25場 最新消息 John Moraine 他因為二度亮槍 所以下個賽季 又要被競賽了 那下個賽季的輝熊 想要有競爭力 而且在John Moraine 結束競賽之後 還要又有競爭力 必須要有個士官長 來坐鎮休息室 我覺得這個是輝熊 啟動這筆交易的一個原因 那當然 在塞爾提克這邊 也不是沒有收穫 Prosingis 這名巫師的長人 去到了綠山軍了 要知道他們現在的整個中鋒 Harford 是已經37歲一年紀了 老將了 就跟我們剛才講到Chris Paul一樣 油桶裡面還剩下多少油 你總不可能每一場比賽 都讓這名老中鋒 來扛個30分鐘40分鐘 畢竟他要面對東區長人 是91MB這樣的等級的 這樣的一個中鋒 那你看到在熱火隊這邊 同樣的是 面對要那年輕的中鋒 對 Adbayo 那所以交易來了 Prosingis 這名73歲的中鋒 而且不要忘記 這個中鋒 還能夠砍三分線 其實我昨天有看一篇報導 就是說 Prosingis 以他這幾年 在整個NBA的統計 他在背框的low post 低位單打的一個出手比率 比他三分線的出手比率 還要來得低 那他來到綠三軍之後 如果可以打一些 高位持球的一個擋拆 Peak and roll的話 看看能不能跟雙接的雙槍 有一些好的化學效應 那我覺得這個是 這個綠三軍之所以 願意跟灰熊 跟烏石做這樣 三方交易的一個重要語言 那烏石就不用講 我們剛才已經提到過 除了交易到一些極戰力之外 囤了一大堆的選秀籤 所以這個在NBA總冠軍系列在結束之後 加上今天的選秀 選秀選完了也會進行一大堆的一個交易 我覺得從現在到年底 到球季開打之前 就是整個NBA球團 戰力重新整合的一個過程 沒錯 因為暑假就是一個 買家跟賣家的一個遊戲 選秀權也非常的重要 那接下來我們講到 就是在今天剛結束的NBA選秀 狀況沒有意外 大家就說 大家就在搶老二者 就是搶老 因為可以看到 文馬尼亞馬就是很確定 就是馬刺的首選 那專家也評論了 繼2003年 LeBron James 剛好20年來之後 最好的新人 過去好像是看起來 AED比較OK 那現在可以看到 這一名選秀 226公分 104公斤 未來將成為馬刺的正對基石 還不到20歲的年紀 文馬尼亞馬這一名法國人 哇這個NBA選秀 這兩年給他這麼高的評價 倒是有一點點讓人 出乎意料之外 通常他前五選秀 應該是不成疑問 但是從去年 他來美國 而且在賭城 打了兩場比賽 跟G聯盟打兩場比賽之後 哇去年就已經認定 他應該會是 今年的選秀狀元的人選 說Scar Henderson 或者是Brandon Miller 有機會跟他來稱狀元嗎 結果後來都沒有機會 那馬刺今年的這個樂透選秀 運氣非常好 不管是爸爸出馬 還是兒子出馬 都抽中了這個選秀學 現在就看看 小蘭剛才講的 這名226公分 他的臂展可以來到8尺 超長 他的臂展是超過240公分 這樣的一個臂展 人高 手長 而且不到20歲年紀 這兩年他的發甲 已經交出了場均20分 而且超過15個籃板 這樣的一個平均成績的 統治級的一個水準 不過來到NBA之後 我看他現在身材 我有點想到 當初加盟NBA的姚敏 對 可是我就不 因為現在很多人就建議 文白亞馬來尊重 他自己是蠻有 蠻有主見的 他說 我倒想建議其他人來減肥 因為他如果一尊重 可能就沒有那種靈活性 對 他不認為他自己 比較瘦的一個體型 會在競爭激烈的NBA 所以比較缺乏競爭力 所以我們就等著看 馬刺這個狀元 怎麼樣來養出來 真的會是 繼LeBron James之後 這20年來 最好的一個新人嗎 他能夠接下來 這個Tim Duncan 還有再更前的 David Robinson 這兩位已經是 迷人堂球員 在馬刺對這樣的一個棒子 226公分的法國中鋒 真的蠻值得期待 而且今年的NBA選秀 前十順位裡面 除了狀元的文白亞馬之外 第七順位 也是來自法國的球員 哇法國人是Rudy Gobert之後 Tony Parker之後 對 越來越多人來挑戰NBA 蠻多法國球員打NBA 這讓 倒是讓球迷覺得說 其實歐洲籃球 也是有他的 可進之處 那另外來看到榜眼的 Brandon Miller 那黃鋒其實 很多人都覺得 黃鋒會選這個Handerson 因為Handerson是一個後衛 他們黃鋒在這個 這個球三 也就是 布加族的這個後衛 也是有受傷的情況之下 他們需要一個後衛 但是他們最後選了 205公分的前鋒 Brandon Miller 是比較保險的一個選擇 沒錯 那拓荒者 那現在Damián Lillard 要來跟這位Handerson 來並肩作戰 兩個人都是 六尺二寸的身高 都是188公分 要知道在 整個拓荒者的對死上 小李飛刀 是關鍵先生 保有非常非常多的任務 Handerson在今天選就會講 他非常期待能夠跟Damián Lillard 來並肩作戰 那真的 Handerson有機會跟前輩打球嗎 我覺得這都是未來 到年底新球季開打這些 我們需要來好好觀察 這個今天的NBA選秀 其實整個過程也蠻精彩的 沒錯 那當然我們也希望這一個 法國常人文巴雅瑪 在NBA能夠有好的未來 因為過去我們也看過 創緣選進去 但是真的養不起來 對 奧登 拓荒者的Great Older 對 奧登 歐羅的Candy 那一大堆 不過也像是說 對啦 也是希望就是說 交易能夠好玩 那小李飛刀慢慢變老李飛刀了 佳麗哥有說 所以就是說 未來拓荒者選進這些球員 能不能有一些新的氣色 就在等著看 而且江山帶有人才出 有新人就會有人退休 我們來看到這一位 哇 盧維倫斯 我們號稱這個是 最強 而且最強最老的第六人 所以終於總算要退休 我印象中在我高中的時候 他就在打啦 2005年那個時候 被棄成接二人 老鷹 暴龍 胡人 火箭 快艇 會回老鷹 生涯一千多場 哇 拿下一萬多分 是以第六人的角度出賽 應該可以說是NBA史上 算是少數的 排在前段的NBA最強第六人 真的非常不簡單 你在NBA能夠生存 除了你要像LeBron James 像是Gio MB這樣子 已經是球隊的看板球形之外 當然一場NBA的比賽 48分鐘分成四節 你需要板凳上 夠深的一個替補球員 來調解先發球員的一個體力 盧維倫斯 能夠在NBA17年 雖然你說他可能有點浪人生涯 從老鷹 暴龍 胡人 火箭 快艇 再回到老鷹 生涯在NBA打了超過1100場的比賽 但是他可以交出場均13.9分 代表說他去到這五支球隊 不管哪一隊 他都能在板凳上 來貢獻他的一個所能 趁職的一個綠葉球員 我們在今年的NBA的Gio賽 常常講到Role Player 角色球員 他就是角色球員的一個代表 那我覺得也非常恭喜他 能夠在NBA打了這麼久的一個時間 能夠以這個TIP球員的身份 能夠拿超過1萬分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而且三度拿下 年度最佳第六人這樣的想象 Role Williams 我覺得他是一個 有非常棒的一個職業生涯 對啊 我覺得是 拿三次 我覺得拿三次最佳第六人 有時候有人來說 你拿三次最佳NBA可能還難 我覺得很難 真的很難 沒錯 因為你必須要在 秤職的一個板凳區 然後拿出一個相對應的表現 我個人覺得Role Williams 是值得在NBA上記上一筆的 那大家就關心的就是說 哇 除了NBA之外 那張育成也是我們在 經典賽之後一直有在追蹤他的情況 那現在比較可惜的是 就是因為短暫的復作了一下 但發現就是商可能好像 還是有點問題 要移到60天傷兵名單 那看到現在已經打到了 快要到明星賽前了 接下來我們講 一般大檸檬可能在10月就結束 這目前來看的話 如果再不趕快回來的話 可能今年球技 可能慢慢就要宣告提前結束了 的確 以目前美聯東區的一個 戰況看起來 那美聯東區這五支球隊 我們剛剛就之前講到說 勝率全部都超過五成 但是 紅花隊雖然墊底 但是如果拿到美聯中區的話 他可以排老大甚至老二 好扯喔 張育成位在波士頓紅花隊 今年遇到傷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現在我覺得球團方面 也知道張育成 在手臂上給予球團的一個貢獻 其實今年開季4月份 滿有效的 已經可以感受得到 他對球團以這麼低心 底心牽下來的張育成 其實是非常好用的 所以他出現了勾撞股骨折 這4月24號 這個受傷之後 那現在5月下旬 雖然讓他進行小聯盟復健賽 不過最近就是希望啦 看看整個7月份 能不能以100%的一個健康的一個狀況 滿血來回歸先發陣容 因為張育成 張育成這邊在這個 不管是在傷病名單好好休息 或者在小聯盟來做復健賽 6月底7月底 如果真的能夠回來的話 我覺得對紅襪來說 還是有競爭力 因為紅襪 因為美聯東區去年的季後賽 就產生了兩張外卡球隊 那我覺得今年在整個菁英 表現非常強勢的情況之下 真的 超菁英 傳統的計劃大戰 楊基甚至是被紅襪 在三聯戰當中很少欸 不要忘記 所以我覺得今年的紅襪 還是有爭奪季後賽的一個潛力 所以到明星賽之前 我覺得在整個主列陣容上的一個調配 我覺得張育成今年在紅襪 的確是都還有機會 沒錯 當然就希望說 在我們國防部長在打球的時候 還是能夠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傷勢 早點回歸紅襪隊咯 那另外呢 在每天都會討論的這個大股商品 可以看到 這今年好像是 今年有時候是投手年還是打者年呢 但是好像看不太出來 因為大股又標12K了 這是本季第二多 而且七局只丟一分 五次單場10K以上 但是打擊好像就稍稍 有點稍微熄火 就連八打數沒有安打 降到了三成以下了 那當然對上的這個是 過去曾經到日本 去拿來打球的柯曉 那這兩個的對決 跟大股的表現 也一直都很關鍵 因為一直有人說 大股好像有可能 球員匿名掉了 他說他可能會去到齊 也說不定有天使的球員 自己聽到這些話 所以我覺得這可能 還是有點參考性的 這個圖卡就做了 你看自放這麼大 面世之戰啊 這個洛杉磯天使跟洛杉磯 到齊的公路大戰 因為兩支球隊是靠著 這個高速公路連接的 我們常常講公路大戰 到齊對天使 大股翔磯其實在整個六月中 打擊狀況非常的火熱 連續15場比賽有安打 而且在這15場比賽裡面 拳雷打一下子上升到了 大聯盟第一 不僅是超過了原本的競爭者 Aaron Judge 甚至超過了國連的拳雷打王 北極熊Peter Alonso 那當然目前24支拳雷打的 大股翔磯還是大聯盟第一 但是這兩場對於到齊的比賽 第一場 先看到他面對柯小 就是打不出來 柯小七局沒有失分 生涯對天使的防御率 柯小儘管撈崩撈啊 但是三屆賽洋獎不是叫假的 真的還是展現了他的一個壓制能力 第二場比賽 大股翔磯先發 七局只被Freddie Freeman 敲了那支陽春炮 七局丟出了12次的三陣 他只七局只丟 大家想說這樣的一個投球內容 應該你要拿勝投了吧 結果沒有 那場比賽天使的打線完全起火 爆了鴨蛋 而且牛棚上來又幫大股又多丟一分 最後是0比2遭到到齊玩風 所以我覺得大股自己心裡應該也很明白了他在整個賽後的記者會上也講就是現在他要做的每件事就是他自己覺得投球的感覺很好 但是打擊的狀況還在調整 那線下的目標當然就是幫助天使隊贏球幫助天使隊來打進到季後賽 當然今年合約到齊球季結束之後大股還會不會繼續留在天使隊呢 那很多人猜測他說東岸球隊不管陽機大都會都要來爭取他 可是很多人叫他說不要去東岸 因為以頭打二刀流的大股翔平來說如果去到常常下雨的東岸的話 對他這種二刀流的調整是不太理想的 其實我覺得這也是實話了 所以說現在最有可能去的真的有可能會是這兩年把薪資空間清出來的盜齊隊 不過這兩場比賽這個對盜齊隊頭打都不好啊 那麥克朗特前兩天有接受Mookie Bass的這樣的一個Podcast的訪問 那麥克朗特尊於大哥自己都講了 他預期大股翔平球季結束之後可以拿到6億美金的合約 哇他連大前輩都這樣講了 他大股翔平我覺得絕對是有這樣的一個身價 我們就看看今年的大股翔平不管要拼賽陽獎也好 要拼所謂的銀棒獎也好 拳雷打獎也好 甚至是有人說去年被Aaron Judge搶走那個MVP也好 我覺得今年的大股翔平很多獎項 哇這個不釋出的獨角獸真的都很有機會 沒錯其實會留在西岸也好啦離日本也比較近 很多球員都比較喜歡留在西岸 追到東岸也比較遠一點點 那就看大股接下來決定是什麼 但是先把球技先給投好 那當然包含像其他的強打 其實我們在過去討論當中也有特別提到 像剛剛亞歷克提到的北極球Alonso也有特別來集合 這些強打畫面上我們看到這三位 還有我們的哇 可惜沒有代表我們台灣出賽 其實可以看到這些強打也戰監人都擺面 尤其是我目前看到Alonso這樣 目前22號已經累積了23空 也是排在李猛的前段班的球員 對皮特Alonso在6月初的時候被訴求達到左手1 所以進到了傷兵名單不過哇還好就是19號復出 不過大家都關心他被大股翔兵超車之後 能不能再追上來 22號有打出一支兩分砲了 所以就看皮特Alonso我們知道 他之前也跟大股翔兵一起參加過全力打大賽 他個人是兩次的明星賽全力打大賽的一個冠軍 所以看看今年他還要不要去打這個全力打大賽 因為去年的美聯打擊王啊今年轉到國聯之後 打擊是很猛欸 雖然在6月初的時候是一度獻出了有所謂十二之靈這樣的一個低潮 但是他6月20號的時候又繳出了五打樹五安打 比TK還要多一支 這樣的一個成績 這已經是Alonso在今年第四次繳出五打樹五安打的比賽了 已經是大聯盟這超過一百多年歷史上他是第四位能夠達成這種單一球技 第四場五支五這樣的一個成績 如果今年他能夠再來一次五支五的話 那就是史上第一 第一位能夠在這個單一賽季的比賽有五打樹五安打這樣 他現在打擊率又重新回到四成了 因為在前一陣子那十二之靈的低潮 打擊率一度跌到三成七八 儘管我們講到說不管你看冒酒比賽 你知道三成七八對一個打者的打擊率來說 是很棒 不過他從四成掉到三成七八 現在又打一個五支五之後又回到四成 我們要知道上一次大聯盟出現這個四成以上打擊率 你就要追溯到上個世紀40年代 紅話的名將泰德威廉斯 Ted Williams 他打一整季四成零三的打擊率 連林維朗都辦不到的是Louis Arias 這名委內瑞拉的前打擊王能夠辦得到嗎 其實我個人是很希望能夠辦得到 因為過去我們中華職棒也看到王伯榮 兩次達成四個男 但是王伯榮去的日值就沒辦法打好 如果能夠在最高殿堂的美值 繳出四成以上的打擊率 而且這可能是八十年來 再度有人達成這樣的一個神獸史詩級的紀錄化 其實是真的蠻讓人期待 另外就不要講了 這個就是國聯新人王 今年的熱門人選 現在看起來稻奇的奧特曼原本 聲勢跟他不相上下 不過現在已經被我們台灣的卡仔 超車 已經在這個6月20號打出了本季第16紅了 今年新人年要拼20-20 我覺得絕對有機會 拼30-30我覺得都有機會 要知道陳金鋒那個時候 在稻奇的小聯盟曾經有完成30-30 那陳金鋒的球衣現在也被稻奇小聯盟 給退休也掛在他們小聯盟的球場 如果有台灣選頭的Komin Carroll 能夠完成30-30的話 而且你看他第16紅 然後102場就完成16紅 20紅20到 這是他是大聯盟史上第二 他的OPS點955 跟大股翔平差不多 比尊餘還要高 所以我覺得Komin Carroll 我們未來中華隊 不管是頂總 林月平要當繼續總教練好 或者換新的人 要來當中華隊總教練好 加油 多打一些電話給我們的卡仔 看看有沒有機會來徵招一下 沒錯啦 就是多打一些電話 反正很快 馬上就有很多比賽了 下一季的這個經典賽馬上就要參與了 所以卡仔越打越好 我們才會有機會 好那接下來關心到台灣體壇 那當然打完了總冠軍賽 那接下來就是可以看得到 就是有一些球員發生了一些 我們講類似個人的一些私人糾紛 那在講這些之前呢 我們先透過新聞畫面來看看 楊敬銘發生了什麼事情 跟你說聲抱歉 你現在我先拿走 堪稱黃金世代組合的士官長楊敬銘 還有野獸林志傑 神仙打架經典對決將成為絕響 因為楊敬銘爆出私訊女球迷 發生婚外情的醜聞 宣布要放棄一切 楊敬銘18號深夜發文坦誠做錯了 除了道歉讓球迷球團工會失望了 更拋出震撼 但表示現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反省改過回歸家庭 因此要跟球迷說再見了 將會離開球場 卸下球員工會理事長職務 最後一句再次致歉 對不起我錯了 更說會想念籃球 會有一些比較不一樣的感覺啦 因為畢竟自己年紀也到可能 再一兩年也可能就要退休了嘛 冠軍賽前的媒體日才說 差不多到了退休年紀 只是萬萬沒想到 是因為不倫戀爆發而隱退 新北國王則發聲明表示 楊敬銘深刻反省自請離隊 球隊理念以家庭為優先順位 絕不寬容違背家庭道德事件 Plus League聯盟執行長陳建舟也說 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身為公眾人物 球員有責任要維持著得來不義舞台 其實這部分我們就沒有打擾他 就是先讓他自己把自己的事情 處理完 然後因為我們也不方便多說什麼 就是靜觀欺騙 正巧是亞運男籃培訓隊媒體日 楊敬銘突然離隊同為隊友的 李凱彥不願多談 只是39歲的楊敬銘 不僅是國王隊史 首度打進冠軍賽的重要功臣 更連兩屆奪下聯盟年度MVP 因為婚外情形象嚴重受損 離開20年的籃球生涯 特別新聞 將明漢聯制之後 現在SNG小組特別報導 好 那個MeToo事件 最近大家都在延燒 那當然藍坦也不例外啦 兩屆MVP 楊敬銘 很可惜的 在這一次的意外 在這次的事件當中呢 是確定要離開了 他最喜歡的籃球舞台 也更警惕了很多球員 就像剛才志祺長所說的 要把握愛惜這個舞台 才會讓球迷來支持 我覺得楊敬銘這個算是 個人私得的問題啦 不過上個禮拜 其實如果大家有看我們節目的話 我們有討論到富邦勇士隊的 曾祥軍 所謂的爭相事件 我那時候的講法就是說 球員 那又職業球員 你本身就是一個公眾人物 你的一言一息 你的舉止 都會受到外界的一個放大解釋 所以曾祥軍後來的 這一個球隊的公關風波 那至少到後來是平息了 他也自己做檢討 那楊敬銘 他這個個人私得的問題 其實在這個事件當中 除了像小蘭剛才講的 他以後沒有球打之外 其實傷害最大的 就像是很多人看的 傷害最大其實是他的家庭 沒錯 他的老婆 他的兩個小孩 其實這個對他來說 傷害是非常非常大的 最近的整個MeToo事件 我覺得不管是從政的 政治人物也好 那名嘴也好 藝人也好 到現在體育圈 也有這樣的 因為私得事件 然後被爆料 楊敬銘其實跟國王隊 還有一年的合約 他當初是跟國王隊 簽下了三年的合約 而且我們在過去 講到楊敬銘的時候 是以他球場上的一個表現 非常自律的一個球員 市官長 整個球隊的一個核心 而且今年又拿下了 例行賽最有價值球員的MVP 所有的光環都集中在他身上 但是他球場外的一個表現 瞬間 是把他在球場上的一切 全部都煙飛煙消雲散 那楊敬銘自己做出的決定 就是從此退出籃球圈 回歸家庭 要來彌補他的整個家 這個事件對他家庭所帶來的損害 所以我還要再講一遍 身為一個公眾人物 你對你自己的一言一行 不管是外在 在公共場合的一個表現也好 在私下 因為楊敬銘這次是透過社群軟體 私下去跟女性的球迷 來做一些不正當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這個是真的是可以 從大到聯盟也好 小到球員個人也好 真的可以做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借鏡 而且剛才我們看到 其實我們在這次訪問當下 是在這個亞運的練習 因為大家開始也在關心了 亞運的培訓狀況 那當然台灣被人劉真 哇好久沒看到在台灣亮相了 其實那個帕斯利的冠軍賽 他有來看球 還有我們之前介紹的阿巴西 都會在這一次的陣容當中 那先來看到 當然 Davis跟Arteno兩個都會彈 因為有了上一次的那個 仁川亞運的時間 都不知道會不會讓Arteno打 所以這一次呢 Davis也是在陣中的 三大旅外加上年輕小將 桑茂生總教練說了 老中青三代都有 連曾文鼎都有打 所以看到這個陣容就是 哇 年齡層分布得非常的廣 其實我真的覺得 這個中華隊這幾年 在有了職業聯盟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們中華隊的主持人 的確是應該以 中生代加上年輕球員為主了 因為畢竟兩個聯盟 我們有兩個職業籃球聯盟 Plus League以及T1聯盟 有12支球隊 我們還不算SBO的球隊 我們12支職業球隊 你組不成一支最強的中華隊嗎 還一定要曾文鼎 或者戴維斯 Quince Davis加進到中華隊 才能夠去出征杭州亞運嗎 我個人倒不認為 因為今年的比賽 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還有奧運的整個會外賽 這樣的一個比賽 世界盃的一個比賽 也將會在菲律賓舉行 到時候很多球隊會來台灣打比賽 我覺得林廷謙 陳寅俊 劉真 這三個三十歲上下的旅外球員 是可以當作整個中華隊的一個 艦隊核心 因為他們三個人 在這幾年 在對岸CBA的一個表現 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那如果能夠搭配Arteno的話 剛才小燕特別提到了 Arteno能不能打防守亞運 你真的不知道 因為上一次的Quincy Davis 的人穿亞運沒有辦法出賽事件之後 我們大家知道的新的規定 就是兩屆奧運之前 你所謂的規劃球員 在你的規劃的國家台灣 到底有沒有住超過一段時間 這個都有明文的規定 Arteno最近除了在整個職業的賽季 還在台灣之外 那修賽季他回到美國的話 那是不是符合亞運的相關規定呢 那如果不行的話 難道真的要叫這種 38 9歲的戴維斯再來打 再來扛進區嗎 其實我覺得桑哥 這陣子是蠻麻煩的啦 我是覺得說剛好 可以趁這個機會 我們其實可以讓一些 比較資深的球員 那退下來 我們盡量的把這樣是 劉貞啊 陳英俊這些 中生帶28 9歲的 來開始讓他們學習 當整個中華隊的一個領導核心 多帶一些22 3歲 24歲 像阿巴西 沒錯 這些年輕的球員進來 師傅有力 我覺得這樣子 我們不是說要像當年1999年2000年 像田磊 那個曾偉嶺那一票 一下子大換血 讓整個只有平均20歲的年輕人 去打亞錦賽 我們現在是講說是 讓中生帶來的領軍 帶領年輕的球員 來出征今年 不管瓊斯貝也好 亞運也好 奧運的整個會外的資格賽也好 這些賽事 其實中華隊都可以 讓這些年輕的球員 有成長的一個機會 沒錯 還是希望說江山帶有人才出 這句話還是很經典的 看到杭州亞運 還是希望這批球員 能夠打出精彩的身手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節的 體能通代 也謝謝亞歷哥 今天參與我們的討論 謝謝亞歷哥 謝謝小蘭 謝謝大家 我們下週同一時間再會囉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